- 大家好,歡迎來到CCY STORY 因為我們今天錄音器材被風聲灌爆 所以我們只好後製配音 大家平常除了去大賣場或是一些連鎖的菸酒磚 還會去哪裡買酒呢? 今天要跟大家推薦一間藏在捷運綺麗岸站附近的YSHOP 布根地酒房 這邊附近大部分是住宅區 環境相當幽靜 店家有非常寬敞的戶外空間 可以在這邊享受雪茄以及葡萄酒 而室內的內用區跟展示區也非常的舒適 整體而言這是一個相當棒的平穩空間 同時也是一個挑選布根地葡萄酒的好地方 那終於進到店裡面囉 其實我認識這間店的老闆娘已經一年多了吧 那時候其實還在她舊的店職那邊在天母 不過那裡的話其實大眾交通比較不方便 她換到這邊之後不但空間變大了 而且離捷運站非常的近 從我認識老闆娘開始 其實她的口味一直就是熱愛柏根地 所以店裡面她的葡萄酒 大部分也都是柏根地的酒款為主 那那邊還有小小的一排是一些 波爾多或者是新世界的酒款 不過她現在來了之後 搬到新的店子之後 從下午一點一點半就開門了 那下午的時段也會提供咖啡 那晚上喝酒的話也可以點一些像滷味拼盤啊 炸物拼盤啊或者是起司燻肉拼盤一些搭配酒類的簡單的小點 那可以看到除了後面的酒架 然後還有中島這邊的酒款 其實大部分都是柏根地的東西 如果你也是個熱愛柏根地的酒鬼的話 可以來這邊找一找 有時候會找到一些蠻有趣的東西 就基本上柏根地該有的東西都有 不管是七暴酒、白酒、紅酒 奇怪的東西會例如像說香檳區的紅酒 或者是葡萄酒 釀完之後剩下的酒渣拿去釀的白蘭蒂 這些奇妙的東西都會出現 好的那為什麼我們要來這邊喝酒呢 因為這邊空間舒服 老闆娘人很好 然後又有搭配的食物 那會適合什麼樣子的人過來喝 我覺得一些散武好友 就是你們吃過晚餐想要小酌一杯 或者是你就是喜歡一些柏根地的酒 可是又不知道哪裡可以開瓶坐下來喝 這裡都是一個非常適合的地方 那如果您是情侶想要邊聊 然後邊摸摸小手邊摸摸小手的話 就是這邊可能就是 畢竟是開放空間比較不適合 那像這裡也有戶外的空間 那老闆娘在上個月也添購了一個暖爐吧 所以就是冬天的時候 其實說在外面也是還蠻舒服的 然後像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的一些奇妙的東西 我們下支影片會介紹喔 然後還有就是 柏根地 超級大瓶的東西 聽說上個禮拜才有人開 好 那今天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如果您喜歡這支影片 或者是你不喜歡 都可以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也許下一支影片你會喜歡喔 謝謝 掰掰 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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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